近日有八卦媒体拍到文章与殷小天聚会 结束时文章已经喝醉需要助理拆服才能下楼 文章全程没戴口罩用手捂着嘴巴 不过并没有人认出他 他离开后殷小天也下了楼十分清醒 来到座驾附近文章跟殷小天来了的拥抱 松开不久两人又抱在一起 文章将脑袋撑在殷小天肩膀上说了好久悄悄话 两人才道别完毕 此后文章与朋友拥抱一圈上车离去 重生之处文章一抬胳膊再次涌上殷小天 撒娇式的将下巴抵在对方的肩头 就着这个姿势说着两人之间的悄悄话 倾诉许久文章终于直起身来 最后跟殷小天说上两句做个结尾 然后转身迎上别的好友继续搜手 他仍跟刚刚一样热情 给了白衣男子一个拥抱后还不够 转头又抱上另一名黑衣男友人 就这样跟好友们都招呼过 把方才在助理的照顾下坐进保姆车 殷小天则在街边与一位女友人聊天 女友人在路边聊上了 对方很是兴奋 聊得笑脸英明 不断抬手指指前方 不知在跟小天哥介绍什么 希望他们两个人有意长存 事业越来越好